如果有一天你的女朋友告诉你 她根本就不爱你 她只是拿你当一个饭票 你怎么办 好吧,我现在要说的话题呢 是我一个朋友身上真实发生的 大家好,我是张思玲 是这样的啊 之前我的一个朋友找到我呢 让我把这个事儿 说给大家听 这个事儿呢 其实是他跟我诉苦的事情 我经过人家同意啊 也要把这个发出来 其实是海外移民和留学生之间的 这个感情纠葛啊 非常的虐心 也非常的狗血吧 然后个人认为遇人不输 遇人不输 讲出来呢 我相信大家以后都会有在外的经历啊 听了会产生一些共鸣 是怎么回事儿呢 这个朋友啊 其实是我们群里面的某人吧 我群里面好几百个人就不说是谁了 然后我这个朋友呢 其实他是一个移民家庭长大的孩子啊 然后但是人家是中国人吧 只是说十几岁的时候来这边上学啊 就跟我一样 知道吧 然后说话啥的也没区别 然后就在这儿做一份啊 就是类似于公务员的工作吧 然后呢 他的女朋友呢 是一个中国来的留学生啊 大家知道啊 就是因为我这个朋友呢 其实他家算是已经在这儿扎着根了 你知道吧 就是说父母都在这里工作呀 自己本人也在这里工作呀 工作什么都还不错 对吧 然后就很稳定 然后呢 他呢 就跟当地的一个留学生啊 相爱了 这个留学生呢 也是咱们中国留学生 那大家文化相近 语言也没有区别 观念也没有冲突 对吧 那自然就谈恋爱了 结果呢 其实谈恋爱的期间呢 这个男生对这个女生算是相当的照顾 你知道吧 比如说帮他搬家呀 经常去他那儿 这个跟他一块做饭呀 一块带他出去玩呀 跟他参加朋友的聚会呀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其实这个女生呢 对这个男生一直算是保持有距离吧 首先他俩也没住一块 其次呢 他俩呢 其实在生活中 也都离得比较远 比如说他一星期也就去找个 去找他个两三回吧 大概是这样 有时候少的时候 一星期也就周末去他那儿过 然后但是呢 两个人呢 就慢慢的相处 其实最后呢 两人也就分手了 这个男生也比较惋惜啊 毕竟还是喜欢这个女生 但是分手就分手了嘛 本来人家也没啥 这个事呢 是四月份发生了 四月底发生了 现在呢 这个事是 现在是六月底还不到 结果呢 就出事了 怎么出事了呢 结果这个男生就突然发觉到一个不对的地方 因为这个男生比较喜欢这个女生嘛 还经常找一些这个女生的踪迹啊 或者是看一些他俩的过去 他就突然发现不对 经过他的仔细查访 蛛丝马迪 他就发现自己被骗了 为啥呢 这个女生 当时 跟他谈的时候 在国内还有一男朋友 但你如果认为国内那男朋友跟这女生是狗男女 你也错了 国内那男的也不知道这女的在国外还有一男朋友 你明白吧 这成了一个罗圈架了 然后呢 这男生呢 就我这朋友啊 就气不过 然后就给这女生打电话 然后他也不接 然后完事了 就生气了嘛 然后生气以后就决定 因为你知道 这种这口气 说实话 作为一个男人啊 我比较能理解 很难咽下去 但最终呢 我这个朋友做了一个比较错误的选择 但其实他这个人 也不是什么恶人 因为他跟我说的时候 确实我能感觉到 人整个都已经垮了 然后他就说 他说我知道自己很龌龊 但是我就咽不下这口气 然后他就说 你等着 说我要把你跟我的亲密账 我就要散网上去 你要敢这样子 你回头 我非要报复你 不行 其实呢 这哥们私下也跟我说了 他根本就没有想散到网上去 你知道吧 他根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他只是 由于咽不下这口气 就想吓唬吓唬这女生 就想让那女生说软话 结果呢 这女生还更硬核 你知道硬核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就说 有些人啊 就是 就又当表达又离排放啊 这咱就说 就 人家就知道 你 我跟你道德绑架 我都 捋你 我都不怕 我能怕这个吗 我早又做好准备 美国警察就专管这事啊 就打电话 直接在美国报警了 结果报警以后 警察就来了 结果警察就 就把他带到警局了嘛 就说这事 然后呢 结果这女的 我就说很有手段啊 软硬两手抓 为什么是软硬两手抓呢 她是这么说的 她说 首先第一点啊 她跟警察说 这个男的威胁他 但是人家毕竟没有做出实质的行为 对吧 也没有做出实质的东西 那这个女生呢 其实是很了解人性 她明白这个男生 没做出这样的行为 其实是起诉不到的 但是呢 她又觉得 这个男生别狗急跳墙了 然后跟警察说 其实我还是想给他一次机会的 他也没有案底 你能不能就是 就跟这个男生 让警察警告他 以后你不要再联系我和纠缠我了 不要再去威胁我了 这个事咱们就算了 就不起诉了 其实在美国待过的都知道 你没有做出实质的事情 警察也不能咋地 但最后警察也跟这哥们说 只要你以后不要再联系他 不要再骚扰他 其实也就没事了 也不会对你工作产生什么影响 因为这哥们也怕对自己工作产生影响 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这个事呢 后来这哥们给我诉苦的时候就说 哎呀 这个事实在太虐心了 说我被骗了 你知道吗 我承认我自己哄过错 但我真不想发出去 我只是想让他给我说软话 我只是想让他求我 我只是想让他求饶 然后最后呢 我就说那没办法 人家就抓着你这个软肋 我说这事实上横的怕不要命的 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 这你没办法 结果呢 这男生呢 就还是打电话 最终打电话到 这个女生在中国谈的这个男朋友这 跟他说了一切 中国的男朋友也一脸懵逼 也不知道 我天啊 你在美国还有一套呢 这你知道吗 这有些人我就跟大家说 这跟留学不留学 什么移民不移民 没一毛钱关系 你不管留学也好 移民也好 就有些人 中国一套 美国一套 这日常操作 你知道吧 但是我个人觉得 你搞这种事情了 你告诉人家 三方都同意你再来 是不是 你不能 哎呀 你这个太不讲武德了 道也有道 你去骗 去偷袭 那这个事你说怎么整呢 结果今天这朋友给我说了 更狗血的事 就在我准备发这条视频之前 你知道吗 我朋友在看了一下 就是他 这个前女友的社交账号 他俩分手还不到两个月 然后完事了 他发现这女的又跟 就明显是不是这女的一个人在吃饭啊 就是家还是这哥们帮着租的 然后家具还是这哥们帮着搬的 然后就看到他跟另外一个人在吃饭 当然那个人是谁不知道 也看不到 但是那个盘子 这哥们跟我说 他那从来没有这样的盘子 他肯定是又找了一个 然后我说 然后我说那你俩看的哥们 他说这个肯定就是这男的 趁他脆弱的时候趁虚而入 然后我说哥们 你别嫌老哥说话难听啊 你这不就标准的 这舔狗逻辑吗 你这不标准的自我安慰吗 啥玩意 他是趁着女生难受的时候 趁虚而入啊 他四月底他跟你分手 现在刚六月中 他跟你分手 而且你威胁他的时候 你俩都已经早就分手很长时间了 对吧 那个时候 早就刚 就是离现在已经过去很长时间 那就是说六月中 或六月初的时候 至少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端倪了 人家不会说是 跟你分手了 一个月他就从脆弱的状态下走下来了 然后有人安慰他 肯定是 他之前中国有一套 美国有你 他留学生里面的还有一个呢 我告诉你吧 然后这哥们愣了半天 跟我说 有可能吧 我说你别自我安慰了 不是有可能 是一定是这样 然后这哥们就跟我说 真的是特别难受 而且他越难受 越忍不住去看他的状态 越难受 越去忍不住去扒这些细节 我说你别扒了 因为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 就是咱们大家都懂的 因为你 人家对你越是不屑 其实你越是难受 你越是难受 越想找 越想找 越觉得 就是怎么说呢 胸中一口恶气 无处出 然后越来越觉得自己难受 越来越觉得自己 无处可找 就是发泄不出去 最后可能酿成大祸 所以说 我就劝我这个朋友 我说算了 忘了他吧 再找一个吧 对吧 你找到新呢 你就把旧的这给忘了 你也不要去什么抱他 什么做烂七八糟的 结果我说的时候 我朋友还说 哎呀 张思立 你千万不要说我是谁啊 你千万不要说我的名字啊 然后怎么怎么回事 我说你放心 我不说你的这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都不会说 我只是把这个事讲出来 其实留学啊 还有这个移民啊 其实我个人认为 很多人说面临的是 立住脚的问题 很多人说面临的是 什么语言不过关的问题 很多人面临的是 今天的问题 其实留学和移民 在我看来啊 首先面临的是情感问题 真的是情感问题 这么多年 华人在海外 刘烈生在海外啊 这种事情真的太乱了 太多了 这种事情 我就不是跟大家说吗 当年我们那个大院出来的 其实当年出国潮嘛 我们的大院出来的人 有很多 我妈周边有计时队吧 出来的 但现在婚姻完整的 包括我家的 大概我包括我爸妈 只有三对 婚姻还完整 大家想想这个离婚率之高啊 你出来拼搏 大家想想就是好 之前咱们说的这个临时夫妻 包括啊 去很多这 是吧 去东南亿海打工的 或者去这个北上广深打工的啊 那你说最后这不离婚的能占到几成呢 你出去打拼 那就意味着你抛家舍业 抛家舍业这个词啊 说着容易 其实当你真正遇到的时候 你会非常困扰的 而且啊 像这种女海王啊 就我觉得啊 就是你玩不过人家 人家可以为了一张绿卡不择手段 人家可以为了一个啊 这个身份不择手段 你明白吗 那我告诉你 他将来他要再找一老外 他为了留在美国 他找一老外 那他会毫不 毫不客气的 就把他现在这个给甩了啊 之前就像我跟这个哥们说 我说你也别自己安慰自己 他能跟你刚分手一个半月 就立马再找别人 他肯定是心里没你 而且他八成是之前跟你好的时候 就已经跟别人在一块了 只是你不知道 只是你挖出来的一个 没想到人家是手里有仨 但实际上他手里到底有几个 就只有这女生知道了啊 所以我个人感觉啊 这种事情真的很恶心 我是觉得吧 是吧 你不喜欢人家就 说吧 你也可以利用人家 对吧 你可以利用人家当舔狗 我觉得都没问题 但是你去搞这种事情 是不是有点不道德呢 就这种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女生搞这种事情搞的特别多 但是咱们不是说女生有什么问题啊 可能是我有问题吧 我是觉得男生当然也有这种事啊 我只是说最终这种事情受伤的你知道吧 都会双方 包括这女生 我我在这儿啊 也喊话一下很多的这个男同胞啊 在海外移民打工或者留学生呢 其实如果你遭遇到这种事就忘了吧 他既然把你当近身之间 你也把他当近身之间就好了 对吧 你就当双方各需所需了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 这个东西你只要撒退一点啊 说不定他还会回心转意 他觉得呦这个男的还是不错的嘛 女人就喜欢这个浪荡不羁的男人嘛 是吧 那所以说啊 这个事呢 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 同时呢 也批判一下啊 这种会骗 会偷袭的女生啊 不讲武德 好吧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啊 这女生别再把我告了啊 我没提名没提姓 你要告我 你告不下来 我可反诉你 行 那这一期就说到这儿 大家拜拜 拜拜